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宁一看着他也是淡淡地笑了起来 苏塔尔言语烧停 大厅里有些许沉默 大部分人沉浸在一股稍微混乱的感动当中 不过这感动也未能持续太久 便被人打断 那边肿了半边脸的楼淑恒 豁然站了起来 你 你 你竟然为这种小人做到这种程度 那边楼敬龄皱着眉头也是缓缓开了口 苏家伯庸贤弟 以脉单传 谈儿侄女 你要继承家业 只能朝旭入坠 我知一夜夫妻百日恩 谈儿侄女 你素来心软 可今日之事 牵扯如此之广 侄女 你说这些话 固然用心良苦 但诸位大人都在 毕竟有些过了 楼敬龄言语深沉 话音落下 旁边挨了打的那帮叔叔也反应了过来 纷纷开口 这女人必是说谎 为了救她那父亲的坠血 实在不值 有谁会信啊 他们说得一阵 后方却并没有多少人迎合 不像方才那样群情汹涌 反倒是先前前家的几名子弟 站了起来吵嚷几句 前方那帮大人 老者却没有丝毫表态 情况一时间变得有些微妙 即便对于楼书恒 楼敬龄 陆推之等人来说 这样的事情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 其实并不是没有料到苏坦儿会弃居宝帅 压下私情 顾全大局而保住宁丽恒 因为整件事说起来 其实异常的简单 坠续与丫鬟勾搭 众人义愤填膺 怒而出手 在这年月里有关风化之事 就算私下里真有将两人沁了猪笼 弄出命案来 只要目以成舟 官府之中也是不管的 事实上 即便是夫妻身份 大庭广众之下牵手 往往也是不合时宜的事情 当然 这个却不严格 夫妻俩发生些肢体触碰 出门在外总是难免 只要不是完全十股不化的老学究 也不会对年轻夫妻在街头的小金妮有太多的在意 而放在宁丽身上 与小缠的牵手 其实已经可以坐实勾搭通奸之名了 陆推之原本零零散散地询问 也没料到宁与会回答的那样干脆 这样的情况下 唯一的破局可能就在苏塔尔那边的态度上 宁与毕竟是入赘到了苏家 他若是说小缠为宁与侍寝 他是清楚的 这固然是一个破局的口子 纵然一般人不会怎样相信 而在楼家众人看来 即便苏塔尔如此表态 心中也必定不好过 这个时候只要咬死 他是为了保下夫君而撒谎 接下来看的就是情理二字了 这时审案本就不如后世严格 许多情况下 情理往往大于乏理之上 也就是说 彭宇扶起了老奶奶 老奶奶却指责是彭宇推倒他的 法官说 按照常理 如果不是你推倒他 你怎么可能会去扶他 判人有罪 这类理所当然的推倒方法 在封建时期屡见不心 当然 值得一说的是 在封建时期 如果不是你推倒的 你怎么会去扶 这种逻辑也不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值得反思的反差 属于题外话了 大家当没听过就是 对陆推之来说 只要坐实坠续与丫鬟间的私情 哪怕苏坦尔出来 坐正说 我知道 他只要轻轻叹息一句 啊 我知你心转 再加上众人的推波助澜 也足以让众人无法忽视 他的这份证词 那么宁毅与丫鬟 即便免了死罪 活罪也是难逃 而群情激愤之下 秦希文自也只能选择妥协 他则保宁毅一命 于是皆大欢喜 但在眼下 楼家父子开口说这话时 他却敏锐地发现 无法附和了 没人料到 一直沉默的苏坦尔 忽如其来的表态 会是这样 生鹤也好 肉麻也罢 这本身是个含蓄的时代 才子家人间诗文传情 取词运意 含蓄的来往 往往被传为佳话 大家就是说起来 通常也是些私密的事情 就算在众人眼中 是公认的逼人一对 也顶多做些互相微笑 眉目传情之类的小动作 落在旁人眼中 就已经觉得 是神仙眷侣了 众人何曾见过一个 大家闺宿 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样说出 对夫君的感情 而在眼下的这一刻 那男人还是个坠婿 可偏偏苏塔这样说起来时 竟无半点勉强 就算有些人会在口中说 不要脸 心中竟也是隐隐地相信了 紧紧出来表态 立刻就会被质疑掉 但说到这种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程度 却足以称得上是 以力破巧 他此时柔软地表达出 对宁毅的爱意 落在娄氏父子那边 在谋略应对的层面上 却是简单粗暴到了极致 仅仅是抓住一个 看起来就先天不足 甚至别人已经注意到的弱点 却投入了十倍的力 催枯拉朽地破开整个局面 这已然不是在拼技巧 而是类似砸棋盘了 就连宁毅那边 恐怕都是有些意外的 他原本倒也可以应对几句 但这时候倒也不说话 只是握了妻子柔软的右手 静静的竖手指 娄家父子说完之后 苏塔儿偏过头看了看他们 仍旧是浅浅地笑着 又开了口 这时已将宁毅的称呼 改为了夫君 夫君与小禅之间的感情 旁人难知 此事远也怪不得别人 方才夫君说 这事是场误会 妾身便觉得也是的 娄家的兄长也太过冲动 不置疑问便那样打人 他故事新成 大家义愤填膺 却不曾给人一个说话的机会 夫君也动了手 妾身也不知道 此事该怪谁才好 苏塔儿顿了顿 但于妾身来说 方才看见宁郎做的事情 却只有感动 小禅在旁人眼中 只是个丫鬟 可对妾身来说 却如同妹妹一般 夫君当时只有一个人 却能那样舍身护着她 即便被那样多的人围上 也不曾退过 这只让妾身觉得 将小禅嫁与夫君 是再正确不过的决定了 妾身若是小禅 除此之外 又能嫁给谁呢 苏塔儿望了望小禅 小禅原本害羞 见小姐这样看过来 也连忙红着脸点头 苏塔儿笑起来 随后仰起头 红着眼圈回忆事情 穿越历史小说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主播 俱武巴雅居 去年在江宁 苏家遭逢大难 家父遇刺 妾身卧床不起 当时家中生意 也是一落千丈 岌岌可危 当时便是夫君出手 撑住了那个家 可能没人相信 几个月后 他将家中的事情解决 什么话都没说 便又回去了书院教书 他只是在有事时 才站在家中生意书院教书兴 而已 才站在家中的家中的阿弥险 他曾经在家中的血腰宫 恐怕只会给人加上一个江宁才子 是才傲物的印象 但此时点题 虽然迟早会被人议论 意义却已经完全不同 娄淑恒说宁毅是小人 娄靖林说他用心良苦 都是在暗示在场的众人宁毅不过是个坠序 没人会真的为坠序做这些 但到此时 苏塔一层层的心肃编织起来 却足以将那坠序的违和感给轰得吹散掉 今日之事 妾身也知道 如何处置令得各位大人为难 妾身身为女子 于大事上不知道太多 但妾身所说绝无虚言 夫君为人责难 妾身理应与夫君共进退 请各位大人明见 她说完这话 屈膝跪了下去 宁毅眉头一皱 伸手便挽住了她的手 苏塔只跪到一半被她拉住 天头望了她一眼 随后还是低了头 盈盈跪到 裙摆散在地上 像是白色的莲花 宁毅此时已然脸却了笑容 她偏过头 看了那边的楼静林一眼 随后一撩长袍下拜 到爷跪在了苏塔尔身边 她对于跪拜之事从不喜欢 但这事算是陪着妻子 倒是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 从方才的对峙开始 双方便是来往交锋 齐招叠出 苏塔尔一系列连消带打 道德此时的贵道 也是谋算的一部分 只是她本身是这时代出身的女子 对于在一群大人面前跪一跪 从来觉得理所应当 若是宁毅 纵然明白其中的效果 却也不会做到这一步而已 宁毅这边一跪 前方的桌椅上 一直沉默 只是偶尔睁开眼睛的前膝吻 轻轻扶了扶手杖 那拐杖砰的轻响 落在地面上轻声感叹道 哎 腹息轻身 莫过于此吗 楼近林那边或许还想说话 却被这一声叹息 一锤定音 楼书恒坐在那 额头上青筋都奔张了起来 口中喃喃道 戒然 戒然 陆腿之几乎没有质疑 两位请起 他原想亲自起身 亲手去扶他 只是话音未落 宁毅便拉了苏塔尔起来 苏塔尔看了他一眼 觉得自家夫君有些心急了 自己还想多跪一会儿呢 多跪一会儿效果才好 但既然宁毅做了决定 他也只好接受 轻轻地扶了扶双膝 谢过福尊大人 一边 穆伯长在桌子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皱眉道 原来是这等情况 一帮人空有热血 却见识不明 忘读了圣贤书 几位老人之中 穆伯长脾气大 智学极为严苛 他这时说话 听来像是自言自语 但那帮还想抗议的学子当中 却已经没有人再敢说话了 若是一般的情况 杭州主场 即便这边学子李亏 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但一来 钱希文的态度实在是举足轻重 二来则主要是苏塔尔的一番话 威力太大 便是钱希文 此时恐怕都要感叹 有个好队友的帮助实在是太大 他原本一直就在考虑 到底要花多大的力气 才能将这事稍作挽回 谁知到头来 竟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 方才那个时机 几乎像是被宁义夫妻 完全堆切好了 推到他面前的一般 这种精彩的场面 他不表态 都要觉得忍不住 这原本就是意外之事 他今天过来 本就是想要看看 被秦思源要求照顾的这位坠婿 宁义这对夫妻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此时一面为两人的感情而感动 一面眯着眼睛 打量着不远处的两人 而在旁边 陆推之在微微的沉默与示意之后 连忙开始圆场了 楼锦铃坐在那 自宁义望他一眼之后 一直沉默着 欲之后是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 第219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